火星是一颗首次火星 获取首途火星出现 人类第一次提出火星移民的大胆构想 是未知的冒险 也是探索的新征途 家园与未来正在练接 我们的目标是炸火星 好正观 Mars Energy 一星生存的少年方案 到底能否绽放到更远大的星际宇宙 少年爱低声第八季明日世界 已经启程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 有一片名为冷湖的广袤戈壁 处理平均海拔两千八百米 长年寒冷多风 干旱烧雨 以及特有的荒芜与寂静 勾勒出一幅 如同一星表面般的画卷 但就在这片雨势可绝的无人区 极端的气候环境 却孕育出了迄今为止 东半球唯一的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 肉眼看星星 地上落银河 这里承载着我国乃至全球天文科研的未来梦想 也是我们明日世界一星之旅首批探索者的目的地 来自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的余洛亮 今年18岁 他创办了一家科创公司 自主研发了水下割草装置 和帮助失能人员的康复轮椅 大家都叫他余总 他好像梦想是当总裁 我觉得余总十分能言善道 并且也是比较沉稳的一个性格 我是来自江大附中的戴明璇 来自上海17岁的女孩戴明璇 户外中医 基于中医精便名方研制的麻黄父子细心汤 做成低笔记得到了科学顾问的肯定 有点尬出了 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的叶欣宇 同样来自上海的叶欣宇 虽然只有16岁 但却是一位有着七年齐龄的专业运动员 凭着智能马刺的独特构思 可通过基因改造 把动植物带上火星的科创计划 成为明日世界生态科创战队的队长 他将带领两位队员 在接下来的72小时 完成一项有助于移民一星创造生态移居环境的科创发明 而作为明日世界一星之旅的首批探索者 三位年轻的少年科学家 对于未知挑战的忐忑不安 和成组后的短暂尴尬 也马上被眼前大漠戈屁的壮观景象所化解 我从南通那边来的 我那边最高的山就往上了 那一百多米的小土鳩 我来这边 这路上全是山 那边太阳海的那边 然后月亮延伸到那边了 就越来越同亏的感觉 感觉还蛮神奇的 沿着赛斯藤山蜿蜒而上 一台台大型天文望远镜 如巨木般望向太空 这里是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也是明日世界一星之旅的第一站 在世界屋脊 仰望浩瀚星空 探索人类的未来家园 欢迎来到这个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赛斯藤山上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叫做C平台 海拔是4200米 那么我们这个平台上有好几个天文望远镜 你面前的这个望远镜 它是一个小口径的一个光学的望远镜 那么叫做送望远镜 像这个是一个双筒的这个五菱病望远镜 然后更远的大家看到有一个这个 很像模糊 模糊镇的一个 这个是叫做MASTA望远镜 它是专门用来观测这个空间碎片的 对 包括一些近地天体的监测 这个厉害 好重观 太重观了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天文望远镜 就是感觉 有点像电影里面看到的那样子 也是被它的宏伟所震撼 然后大家可以看身后这个望远镜 就是咱们这个墨子群天望远镜 它的口径是2.5米 一开始看到那个望远镜 感觉超不想象的 跟个旁观人大物一样在那里 然后到旁边像蘑菇林一样的一个 那么一堆那种小的那种天文望远镜 这两个就是形成一种鲜明对比的感觉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是一个这个望远镜的圆顶 那么它的直径是有17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面 它有一个天窗 这个天窗在我们夜间天文观测的过程当中 它是打开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到这个圆顶里面 去参观一下 好的 老师 你说 就是我想问一下 它主要是用来观察 星体的什么方面的脑 我们这个望远镜 它主要是来做这个寻天的观测 所谓寻天呢 就是我可能并不知道 我想要观测目标在哪个位置 所以说我去到天空各个不同的方向去搜寻它 所以我们这个望远镜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市场 它可以一次可以覆盖三度乘三度的这样一个天区 那么它观测的时候 它是观测三个晚上 就会把整个北半球的北天 这个信息都可以搜寻一遍 这个天文望远镜它可以在三天三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观测到整个北面的天空 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 因为在我印象里面天文望远镜只是观察某一个星星 能这样大面积的覆盖到整个天空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 那么我先来开一下这个天窗 我们天窗其实它是分为两节 上面是一个大天窗可以向上打开 下面还有一个小天窗可以往下打开 这样的话整个这个望远镜可以在这个从零度到九十度都可以没有遮挡的一个观测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打开 天它在动 它上面这个打开还有它那个整个转动也是蛮震撼的感觉 在里面看的话就是看它整个顶都在转 是这个顶在动我们是没动的 然后我们实际观测的时候 这个圆顶它是跟着望远镜动的 所以望远镜直到哪个方向 这个圆顶的这个天窗开口就会跟到哪个方向 在戈壁大漠和星空对话 每个人在苍狼天地间都仿佛是一粒尘埃 老师就是好像天文离我们生活挺远的 那它能为普通的百姓带来些什么呢 其实可能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天文观测的都是 这个非常遥远的天体 但是其实我们天文呢 跟我们日常生活还是有很多密切的关系的 比如说每天太阳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落下 包括这个月球的月向的变化 二四节气准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设计的天文的领域 对 总的说就是你如果去仔细地去了解它 虽然天文很远但是其实离我们生活很近 听到老师说可能他做天文类的已经十年 就是觉得科研人员可能都是去十年磨一剑 一位哲学家说过吧 其实世界上应该有两样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去仰望 其实一个就是天文台所看到的 头顶上的星星 还有一个是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这些老师们希望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正在为了我们的理想而努力 所以我们也会去尽全力地完成这次的计划 仰望星空只是明日世界一星之旅的第一步 但想要找到人类移居的未来家园 就必须脚踏实地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宇宙的脚步 而这次明日世界的少年科学家们也已经做好了奔赴一星的准备 你好明日世界 这就是那个驱往那边的路 冷湖 咱们已经在冷湖镇了 对于来自黄土高原的小城少年郭默涵来说 大漠戈壁并不陌生 几个月前他发明了气象探测火箭成功试飞 他希望这次一星之旅能成为他创造无限可能的又一段旅程 来自北京兴趣爱好广泛的李浩哲 凭着运动陪练机器人赢得了科学顾问们的肯定 能在明日世界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做一件疯狂的事 让他感到非常兴奋 可以说是在来到上海的时候 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李浩哲 然后就是顾沫海 现在跟他们分起来的时候就放下了心 然后跟他们聊起来也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于14岁的哈萨克族少年哈布列提来说 这次旅程并不轻松 他没有想到他发明的牛粪烘干压缩装置 能得到科学顾问的认可 而更让他压力备增的是 他竟然凭着一个看似疯狂的火星计划 成为了机械科撞战队的队长 在火星的内部引爆一个核弹 然后把它的磁场恢复过来后 没取炸火星 非常喜欢这种疯狂想法 炸火星那个是相对于 我们来说是比较好完成一点的 担负着一星勘测的重任 机械科撞战队即将奔赴火星 完成他们的使命 沿火星一号公路一路颠簸 行驶在冷湖俄伯良广阔的土地上 方圆百里秒无人烟 形态万千的风湿地貌 让人恍若来到了火星 那就是火星基地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芒芽市的冷湖火星小镇 被誉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是中国首个火星模拟基地 一片由白色集装箱拼装而成的太空舱营地 像风潮一般 矗立在眼前 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给人以外星拓荒的无尽想象 老师好 你好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火箭训练室 我是你们今天的指导老师 等一下我会带你们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教室 以及了解我们关于火箭的一些知识 我就特别惊喜 特别激动 有很多就是属于我们喜欢攻克的这一类的很多工具 还有火箭模型 包括它的那个空气动力学结构之类的 在这里都有相关比较专业的仪器 如果把我的火箭带过来继续研究的话 可能更加完善一点 我们知道火箭是我们人类前往外太空 前往其他星球的唯一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火箭模型 它就是串联式火箭 它的载动能力一般是比较小的 主要承担的是近地轨道的卫星发射 像这种它是在串联的基础上加了几个助推器 它叫混联式火箭 它的载动能力是比较强的 也就是未来我们载人登陆月球 载人登陆火星的主要交通工具 像是飞机和火箭这种速度非常快的交通工具 它们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 一定要先经过测试 确保它们的外形符合空气动力学 我们可以启动这个风通控制器 可以测试我们这个火箭模型的 它的受到的空气阻力 按它的外观是否符合空气动力学 包括说在非常高的这个风速下 它的飞行姿态是否平稳 是否有没有设计上的问题 我们启动之后可以把风力拉到最大 然后看在最大的风速下它受到的推力 我们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以前我知道的风动测射都是那种车辆的 大型的那种这种小型的 以前我是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这个水火箭的这个测速仪 在我们那个那边就没有这种东西 我们知道火箭从地球上飞往外太空 它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速度 第一宇宙速度 对 第一宇宙速度 而这个速度是多少 是每秒7.9公里 对 每秒7.9公里 如果我们想要在月球上 或者说在火星上发射火箭 它的速度还是7.9吗 不是 月球和火星应该要比地球小一点 对 因为不同星球它的引力状况不同 作为队长 哈布列提似乎很快进入了状态 做过功课吧 在学校有时候会有那种 知识拓展的时候 就会给我们放这个火箭发射的全过程 还有一些航天员在太空中 做实验的那种视频 不同星球它的引力状况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来我们星球重力模拟装置 来体验一下我们太阳系 八大行星的不同重力情况 这边是以我们地球上的10公斤为标准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火星可能会轻一点对吧 火星外星对地球可能有点轻轻一些 水星 水星应该是最轻的 水星这个是最轻的 就之前的话没什么概念 只有一个星球上10公斤到底有多重 能进行一下对比 我感觉这还是非常好的一次新生体验 在木星上就直接拉缺氧了 这好陈 这个 那咱们在前减 宝离 这个 这个好吃 这个比较重 比较重 上下好上手 好吃就少 我们知不知道 在太阳系除了地球之外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是哪一颗 我认为是火星 金星也可以 但金星的表面温度就有点高 因为它大气层特别好 对 在我们太阳系内除了火星 除了金星 还有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是木星的卫星 木卫二和木卫三 他们发现了磁场和液态水的存在 也是有可能适合我们人类生存的地方 当然在我们现代 离我们地球最近的是火星 我们人类要先登陆到火星 才有可能往更远的地方走 叫它是地 对 叫它是地 然后仰望星空 在冷湖火星小镇 明日世界的少年科学家已经做好了登陆火星的准备 而在250公里外的敦煌 明日世界最后一支科创战队 也正在为探索异性能源 火力全开 OK 来自丹麦的西奥多和安德斯是一对性格久异却合作无间的科创搭档 他们想用自己的发明改变世界 当我第一次来到敦煌时 当我第一次来到敦煌时我很兴奋 因为我来到了一个我从未去过的新地方 我需要学习和去认识新的人 并他们一起完成挑战 这实在是太棒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冒险 这里的一切都很有趣 而对于来自美国 凭着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合成技术领域 具有突破性的发明 获得IS-EF青年科学家称号的瑞兹贾恩来说 加入能源科创战队并不是他最初的选择 事实上一开始我有点困惑 因为我是一名研究员 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工作 我刚被分到能源组 对于团队中的角色有很多不确定性 面对这三位世界顶尖的少年科学家 来自上海 想用一滴冷明水为节能环保 共建绿色星球助力的陈毅锦 既兴奋又忐忑 他凭着利用太阳能为人类供变的火星计划 不但得到了科学顾问的认可 也最终成为了能源科创战队的队长 他将带领队友 找到异星能源利用的解决方案 3 2 1 MARS ENERGY 因为他们比我大 我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这么厉害的人 尤其是Richard 因为他在网上还挺有名的 我之前甚至还看他的视频 这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所以抱着学习 还有稍微有点忐忑的心态吧 一直跟他们聊天 他们也很热情 在敦煌市区向西20公里的戈壁滩上 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建筑 它由12000多面镜子组成 中间矗立着一座200米的高塔 犹如一星基地 它是亚洲第一座全天持续发电的 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 电站最高发电量可达200多万度 每年可节约每坦15万吨 相当于一万亩森林的环保效益 也被称为沙漠中的超级太阳 让我感到非常印象深刻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东西 在我参加这个项目之前 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真的很令人兴奋 好 大家好 你们好 南威老师好 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首航敦煌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 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一个熔岩塔式光热电站 我是黄文博 是首航高科的董事长 欢迎你们来到这里 好 大家好 我是这个电站的总经理 叫刘富国 欢迎大家 两位老师 我们是少年爱迪生明日世界的选手 我们来敦煌呢 是为了寻找可以解决在火星上 能源使用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就带你们去探寻一下我们能源解决的终极的奥秘 我们现在出发 出发 好 这么多镜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那这个镜子呢 它是一个超白玻璃 是一个通透度很好的 所以它的这个反射效率很高 你们可以过来看看 它可以起到美颜的功能 你们可以照照自己 很漂亮 是 这好像比我们平时看到镜子都要通透度 通透很多 看起来很清楚 每面镜子它都有一定弧度 它有35个这种镜子组成一个定日镜 总共有42万面 78环 然后把阳光寄焦在中心的一个吸热器上 所以它的这个能计焦的温度可以很高 使用这些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因为这里气候干旱 没有云 阳光冲突 但在我的家乡丹麦 我们有很多风和海浪 利用一个地区特有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中控室来控制美颜镜子 让它来转动 通过编程我们可以打出各种各样的图案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转动一下定日镜 我们先这个设计的时候 就先知道每一个镜子的坐标在哪里 吸热器的坐标在哪里 那我们也要知道整个阳光 每一天每一个时间它的坐标在哪里 所以它是三个点变成是个三角形 那我们通过函数的计算方式 来计算每一面镜子 要怎么样调整角度的 每一个镜子的后边 有一个很高精度的一个传动机构 它有点像机器人的这个关节 精度能达到六十分之一度 随着太阳在移动 对 这是人类能做出来的一个发电站嘛 我看到还是挺震撼的 技术的一些细节真的令人震惊 我觉得今天最让我印象深刻的经历是 当我们都穿上防热服时 我们做了一个熔岩实验 我们测量了盐化合物的融化温度 我们看到的白色就是硝酸钠跟硝酸钾的固态的一个状态 这个材料它除热的能量密度比较高 然后呢它的经济性比较好 我们加热到一点温度 它就变成液态的 通过这种方式 利用这种独特的金属和盐 它们是如何利用 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材料的化学特性 并将其转化为这座巨大的令人惊叹的发电厂 这着实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座庞大而又高科技的发电站 明日世界的少年科学家们 见证了这一万两千面 追逐太阳的定日性 是如何将光能聚成热能持续发电 又是如何通过熔岩储能 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行 在未来72小时内 怎样高效利用源源不断的太阳能 是摆在能源科装战队面前的难题 而在这座神秘的竞场 它们又会有怎样的发现 海拔4200米的冷湖赛设同山天文台值 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冷湖火星小镇 全球最高聚光面积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 生态 机械 能源 三支科装战队将展开一场 模拟异星环境的体验发明 挑战72小时的极限脑洞碰撞 少年爱提升明日世界正在播出 作为明日世界异星之旅的首批探索者 生态科装战队将要为移民火星 创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我们俩的火星计划主要围绕着农业和养殖业展 是的 火星上种土豆 还另一个人养鸡 就是计划的一开始的这个雏形 是我们在火星计划中提出来的 我想通过一些基因改造的技术 让植物可以在火星上生存 那包括其他动物是否也可以同样通过 基因改造的方式将它们带上火星 我们本身就是想构建一个这种循环性的生态系统 然后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来提供人们需要的氧气 这是我们计划的雏形 那我们要不要先规划一下这个基地的雏形 先规划一下吧 那我们这个叫做养殖区 然后再来一个实验区 火星上风沙比较大 对 那我们还是做圆形的 还是做圆形的 好 做一个可以开合的 所以开合这种球顶 球顶 就跟天文台一样吧 它可通过开合阻挡宇宙射线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智能挡板 就是人进来的时候 它的射线是被阻挡在外的 然后在下面互通一个小的地下的一个实验室 是什么叫豌豆圣事 这叫豌豆圣事 我真服了 这叫什么 这就叫超级豌豆实验室 我为豌豆圣事实验室 从赛士腾山天文台址 一路驱车到火星小镇 经过短暂的培训 他们将在这里完成生态基地的设计 这是冷户实验室 这是冷户实验室 第一步我们人类在火星上 你们觉得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食物 氧气 氧气 水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芯片农场来解决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芯片的一个控制系统 然后可以测它的二氧化碳 还有这个温度和湿度 你们可以去调节 观察种子的生长 这是为什么不能直接在室外进行组织 就好像在地球上一样是吧 这是个好问题 你们知道现在火星和地球有什么区别吗 火星室外的温度特别低 它的极地温度是100 零下140摄氏度 百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 但是跟地球最大的区别是 我们的地球母亲是有大气层的 对我们进行一个保护 但是在火星上它是没有大气层的 它没有大气层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地核不转了 它的地核停止转动之后 它的大气层就消失了 所以太阳光是直晒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氧气 对 所以就是植物在室外是无法生活的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去进行 模拟一个封闭的环境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芯片农场里 去制造这个氧气 然后跟二氧化碳进行交换 然后让我们的种子 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种子的 营养来源是哪里的 是这个管子里的营养液 我们是进行无土栽培的 因为现在在火星上的这个土壤 能不能种植农作物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所以需要你们去了之后才能知道 所以你们去的任务 就是提前建造一个人类家园 然后进行一个芯片农场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学习就是在冷户实验室进行的 我感觉这三个孩子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善于思考 而且善于体温 能感觉到他们大脑是在飞速旋转的 培训未来的火星移民工程师 思考力是非常重要的 想跟老师学习一下这些智慧农场的建设 包括他们的灯光 对于湿度温度的控制 也包括我们人类上火星需要多少氧气 那么所需要携带多少植物才能提供这样的氧气 那其中还包括选择我们着陆的地点 然后选择合适的位置去建造我们的火星基地 咱们的八大行星其实都只是太阳系 那不到0.01的尘埃形成的 包括火星也是形成于46亿年前 但是其实如果拍摄到它 32亿到36亿年前的图片 你们会误以为那个就是地球 其实在32到36亿年前 火星上也是有湖泊 海洋 还有森林 所以就是曾经火星也是一个 特别富饶的一颗星球 也许曾经它也有过智慧生命 但后面是因为它的地盒停止转动 那它的地盒为什么不转了 磁场为什么消失了 这也是一个未接之谜 就是万一哪天我们的地球母星 它的地盒也不转了呢 它的磁场也消失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看似火星是一个 对地球来说特别重要的事 对于生态科创战队来说 想要设计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态基地 选址 构造 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考量 而在这时 同样在火星小镇负责火星勘探的 机械科创战队 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大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炸火星 是不是太急了 不太急 OK 看着再来一遍 当然一样 我们的目标是 好的 3 2 1 我们的目标是炸火星 哈布列奇同学想法挺酷的 特别针对于对火星的初期探测来说 咱们把火星炸开 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主要的难点是 第一个咱们是怎么去炸 第二个就是怎么去采集数据 就是这个东西 需要一个整体的协调和整体的规划 这是一个火星车 然后上面它自带一个发射功能 然后这是一个长的火箭 它这块区域带的是一个小型的导弹 它有个分层可以断开的 然后它自带一个推进器 它就会硬着陆在南极 它就会炸 然后它炸了以后 粉尘走了 沙尘暴走了 然后它在这个火星上 收集好那种标本后 它就把标本放到火箭上 发射到大气层 然后它就可以回到地球上 开始研究 它炸过后 然后它那个固态水变成液态水后 它的土壤有什么变化 这个就可以说是最终的构想 其实是个很伟大的计划 咱们就是一个总体的探测火箭 搭在车上 关于它这个大火箭里面 小火箭这个方案 就是咱们现在能 就是在72个小时之内 咱们能做到的那个火箭 咱们给它起一个比较好玩的名字 咱们带火箭的火星车 就不应该叫火星车了吧 火箭车 叫坦克 坦克 对 一个霸气点的名字 咱们想看它叫什么坦克 火星 咱们飞火星肯定得带个火星 对吧 最少也得带个火吧 或者我们叫火神坦克 重启坦克 阿尔法坦克 知道起点在哪 黑洞的中心吗 那么我们这场就叫起点呗 起点坦克 对也行 起点啊 就是既有那个谐音的起点 就是一个开始 三十二 还有这个起点的意思 咱们就继续得起用这个起 可以的 可以 正当机械科上战队 憧憬着起点坦克 奔向火星的时候 在敦煌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 一场特殊的比赛 正在火热进行 我们是来进行能源奥秘探索 那我们准备了三个体验 现在开始 我们按照各自的工具 开始加热 好 开始 这儿有一个按钮 它就开始旋转 好 这就等待就行了 这个烤得最快 这个我估计他们没烤熟呢 你们都可以吃了 今天我们必须用不同的能源来烧烤 我们可以看到 我用的是木炭 它烤的速度更快 哇 开始闻到香味了 还是炭到味快 效率最低的其实是光能 因为光能它需要 进行一定的转换 这种小型的光能 就是来烤肉的话 它差不多能量转换效率只有30%左右 我们之所以现在温度一直没上去的原因是 它来回再动 环境温度 把热量都上下 开始冒烟了 你把它定在那一段时间 它就开始热量就上来了 如果这个镜子脏了 和它擦干净 这个能量是差百分之几十的 水晶因素太多了 比如说惠惠烤肉的时候 它突然天上飘过一片云 那它就烤不熟了 这些都是我觉得可能不大可靠的因素 好 嗨 大家 已经完成了 好吗 撑起来 我已经完成了 好吗 你愿意试一下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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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丹麦小哥他烤的水平还行吧 但是好吃还挺好吃的 就是嚼劲有点太难嚼了 实际上我们刚才对比了三种能量 决定这里能量的有很多种因素 第一次大自然的因素 阳光 阳光的直射值 今天的阳光直射值大概是600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大风 风一大了 也影响了整个这里的吸热 第三个呢 我们是这里的温度 所以大自然就会影响到它这个三个因素 当我们最后品尝烤肉的时候 除了烤好的时间不同之外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木炭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像太阳能电池板这样的替代品 以及像这样的光源来创造一种可持续的可靠的 我们可以永远使用的能源 否则我们就会耗尽能源 作为队长 陈毅锦本来的计划是在火星上搭建太阳能电池板储能发电 但烧烤比赛的失利 却让它意识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太阳能虽然是移民火星最清洁可靠的能源 但火星平均零下63摄氏度的地表温度 以及肆虐的沙石等环境因素 都会大大影响太阳能的转化和利用 而就在这时 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计划 看起来很酷 这就是一个清洗车 它上面有雷达压力传感器 超声波传感器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化的一些控制系统 不管车身怎么要的话刷头 它会很稳定的贴着整个这个镜子 感觉很震撼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边比如说下雪或者下雨的时候清洗 还是同样的方式清洗吗 下雨的话 那我们会把这个镜子迎着雨 迎着雪 让雨来清洗它 我们这个机器清洗它是纯粹靠这个机械的方式 把这个灰尘给扫掉 还是会用一些比如说液体或者气体 把这个灰尘给吹掉呢 它这个清洗有很多种 我们这个沙漠中因为水比较珍贵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用的是很少量的雾状的水来清洗 然后呢我们还在开发各种各样的清洗 比如说干空气清洗 在下雨或者用水清洗的时候 水会在镜面上流下水垢 类似的那种印子吗 还是说这镜子上有涂什么疏水涂层吗 所以我们洗完了之后 它要保证有一定的这个垂直度 让它水尽快的流干 那才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水质 他们提的好多问题都还是比较专业 而且比较新的一些问题 甚至是我们有时候连想都没想到的 他从不把我们看作是孩子 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想知道的问题 其实提出这个问题 对我们自己的方案也很有帮助 那后来我们发现 可以做出一个为现有太阳能电池板 来清洁这种火星的灰尘这么一个系统 而且它也是真的有可能 可以被送上火星的这么一个方案 经过整整一天的学习观察思考 明日世界的三个科创战队 都为接下来的一星之旅做好了准备 他们还有48小时来完成他们的科创作品 每个人都将面对最艰巨的挑战 我觉得光影实施我们这火星计划 比较大的一个难点是保证这整个设备可靠性 它的制作上一定是有难度的 通过进一步的实验去证明它是否可行 给我一定想象的空间 我仨都能下哪儿 今天晚上睡点 焦灯了三皮 焦灯了三皮 好大 肯定需要脱鞋 我超应 我这不会得优比恐惧肉吗 这玩意 再给我们就不错 我拿去看看这儿的 不 为什么是蓝的 5V3没有任何效果 我没开灯了 在这儿 好神奇 特别有安全感 安全感十足 我都把门关上 明天还会有什么样的考验 等待着这群少年科学家们 冒烟了 怀揣智慧与勇气启程 首批探索者们的梦想和计划 究竟能不能打破思维界限 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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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态不行了 可以 完成这场青春又热血的科学实境探索